美国教育部长米格尔·卡多纳在周四表示,尽管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病例激增,但学生仍然应该在放完寒假后回学校上实体课。 卡多纳表示,此前已经有德塔病毒的经历,美国今年在德塔变种病毒蔓延下重新开学。 纽约市警察局长现一在周四介绍,目前纽约市警察局有21%的工作人员请病假,超过2020年3月的大流行前峰值19%的水平。 目前,警察局正在采取行动,包括取消休假和换班,以确保人员配备处在适当的水平。 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在周四建议,无论民众是否已经接种疫苗,都应该避免乘坐邮轮。 CDC还将疫情旅行建议等级从第三级上调到最高的四级,以反映变种病毒爆发以来,邮轮上病例的增加。 连着来,已经有89艘邮轮出现了确诊个案,目前,CDC正在观察这些邮轮的情况。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综合报道。